中国太空站建造阶段第一项载人飞行任务 神舟14号载人飞船 早上10点44分 在走船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星空 并且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我四三二一点火 踏在神舟14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F 摇14火箭上午10点44分点火发射 火箭升空大约2分钟 土一塔与火箭分离 之后再推气同一级火箭燃料耗尽 同二级火箭分离 位于顶部的整流罩 在离开地球大气层之后 也同火箭分离 在升空后577秒 神十四载人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 进入预定轨道之后 打开太阳能帆板 在返回舱内 坐在中间的是指令长陈东 而刘阳和蔡玉哲就坐在他的两旁 为了避免在无重力状态之下 物件周围飘浮 损害舱内环境 航天员用的笔都要用绳绑在文件夹上 航天员之后打开面罩 我宣布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 全是圆满成功 三名航天员在早上8点多 在问天国广场领命出征 总指挥长同志 我们奉命执行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 准备完毕 请您指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 航天员大队 航天员陈东 航天员刘洋 航天员蔡旭哲 出发 是 在北京冬奥为国家队 赢得首面金牌的短度速滑 运动员武大正 就和不少民众到场 为神十四三名航天员送上祝福 神十四飞船之后 会和中国太空站进行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三名航天员也都将会展开 为期六个月的驻留任务 预计今年年底会和神十五航天员 在太空站内一起生活 五至十日之后实现中国航天史上 首次载轨换间 无线电视机者陈树仪报道 澳洲国防部说一架偵察机 上个月在南海巡逻期间 曾经遭到解放军的战机拦截 澳洲国防部发表声明 说皇家空军一架P8偵察机 5月26日在南海上空 进行例行海上偵察活动期间 一度遭解放军签16战机拦截 澳方说拦截会引起危险操作 威胁偵察机和人员的安全 澳方又说在相关国际水域和空域 行驶自由航行和飞行的权利 已经就这件事向中方表达忧虑 中方多次强调一贯尊重各国 依据国际法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 但对于部分国家派遣军用舰机 在南海援要武力 威胁沿岸国的主权安全 各方对此应该坚决反对 工联会调查发现 大部分受访者支持港府 资助居内地港人在内地求疑 受疫情影响 若果身处广东的医管局病人 未能如常反港复诊 港府会资助他们到港大深圳医院求诊 计划延续至今年11月初 工联会4月下旬至到5月上旬 透过实体及网上问卷 访问882个居港港人 以及1552个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港人 分别有7成4和9成3受访者 支持相关支援计划 4成在港受访者说 香港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长 另有3成4人说 私家医院医生收费柜 而3成7大湾区内地城市港人说 内地医院检查收费柜 两成半人说 当地没有常用或合适药物 工联会建议 当局将支援计划行常化 并扩大范围 到居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港人 到内地三甲医院求诊 以及涵盖专科手术 长远应该鼓励港支医疗机构 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开设分院 比港人有更多选择 内地新增88宗新冠病毒本地国案 辽宁占25宗 全部属无症状感染 至于上海有22宗 包括16宗无症状国案 而北京疫情逐步好选 新增16宗确诊 和三宗无症状感染 当地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宣布经专家组综合研判 决定明天起 除了丰台区和昌平区部分区域 其他地方恢复堂食 警区和图书馆等公共场所 就放宽客流量上限至到七成半 共联会调查发现 大部分受访者支持港府 资助居住内地的港人 在内地求疑 受到疫情影响 若果身处在广东的医管局病人 未能够如常回香港复诊 港府会资助他们到 港大深圳医院求诊 计划延续到今年11月初 公联会在4月下旬至5月上旬 透过实体和网上问卷 访问882个居港港人 和1552个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港人 分别有七成四和九成三的受访者 支持相关支援计划 四成在港的受访者就说 香港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长 另外三成四人就说 私家医生收费贵 三成七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港人就说 内地医院检查收费贵 两成半人就说 当地没有常用或者合适的药物 现在香港医院使用的血压药 种类有很多 牌子有很多 但是我们通了血压药 但是就不是通很多 是香港使用的血压药 那就要好看 现在约会通过五间医院的医生 是不是能够帮他去申请 将来他再在这里复诊的话 可以用回他在香港 常用的血压药 工联会建议当局将支援计划 行上化 并且在扩大范围 至到住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香港人 到内地三甲医院求诊 和涵盖专科手术仍然能够一举三得 一方面就要解决 我们公立医院排长队的问题 很多专科手术 起码要排四五年 令到香港人能够及时得到医治 也都希望通过大湾区建设里面 令到我们普罗市民 都和大湾区的不断融合过程里面 能够有更大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他们又建议当局 藉此可以促进跨境病力呼应 并且鼓励港支医疗机构 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开始分远 比香港人有更多的选择 无线电视记者吴嘉軒 神州14号载人飞船 早上发射升空 并且进入预定轨道 现在和中国太空站交回对接 看看现场 那锁井完成以后呢 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可以 长长地输一口气了 那也就意味着 神州14号飞船 紧紧地和我们的空间站组合体 连在了一起 这个时候我们甚至可以看到 我们神州14号内部的画面 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 他们依然在翻阅着操作手册 在执行着每一部的命令 那在这儿呢 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这一次的教会对接 依旧是采用的自主教会对接 其实在整个过程中 自动化程度非常的高 特别是到两气之间 能够互相距离很近的时候呢 通过我们神州飞船上面的 各种光电雷达系统 以及我们空间站上 配备的相应系统 两气已经可以互相地 来进行配合调资 进行快速的空间计算 所以大大的解放了 我们航天员的工作 在整个过程之中 航天员可以说 处在一种备份的状态 那如果自主教会对接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才会临时把它切换成 手动交会对接 靠人工的方式来进行调节 14号载人飞船进入月定轨道后6个几钟 飞抵冲国财空站天和核心舱 进行自主交会对接 指令 两气对接在一起的过程 现在还在等待 对接机架的状态 我来给大家利用这一点时间 回顾一下刚才我们的神舟14号 都在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过程 其实从今天上午发射成功之后 我们 好的我们现场的口令 是说对接机构锁紧开始 那距离我们最后锁紧完成也很近了 其实今天发射成功之后 我们的神舟14号是经过了6次的变轨 这6次变轨大家可以怎么理解呢 就是在不断的在接近和追赶 我们在太空中高速运行的空间站 比如说我的右手是空间站 我们这个支笔是神舟14号飞船 在不断的接近它 那么等到6次变轨完成之后 它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就是调姿变成头朝上的这个姿态 那大家可能说 哎呀我们的航天员会不会很难受 其实如果你在太空中的话 就没有什么地和天的概念 其实冲的哪个方向都是一样的 那调成这样一个姿态的重要意义在于 它要为镜像对接做好充足的准备 所以刚才我们看到 在19米200米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神舟时造飞船 是这样逐渐的向上来靠近 我们空间站组合体下方的对接口 那为什么不从前和后呢 因为我们前和后大家别忘了 已经有我们的天舟三号和天舟四号 货运飞船都已经站满了 所以我们是从镜像对接口来进行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的是 最后最后的这一点点 来交汇对接的这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结束以后 当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器械机关 全部锁紧完成之后呢 我们的三位航天员就会进行 首先要进行一个换装 他们现在穿的是舱内的航天服 非常的笨重 但是这也是保护他们安全的必要措施 他们会换成舱内的一个工作服 然后开始进行穿舱的准备 他们需要打开四道舱门 那三位航天员一会儿就会进行换装 那他们现在其实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三名航天员 他们的这个状态是非常的轻松和自然的 那也都见到三位航天员 现在其实也是在非常轻松的状态 那稍后他们也都会打开四道窗门 我们看到最新的一个动作是镜像端的面 端面密封已经完成了 所以这也就意味着这一次的 交汇对接基本完成 密封完成呢 也为后续我们三位航天员正式的进入太空站 空间站是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那稍后在开舱门的过程中 我们知道需要保持舱门的前后两边的压力 一定要一致 所以当我们能够做到两气之间的 这样一个密封程度 达到要求之后就可以开始下一步 比如说要进行压力的平衡 再进行舱门的打开 之后要通过四道舱门 才能够最终进入我们的空间站的小柱段 到那个时候 他们也是正式开始了长达六个月的 一个太空生活